之前很多人請問ETF 控控救助控 今天是正式掛牌 開半是有企業 但是盤中 是盤半十塊的新股價 甚至兩次超過五十五萬兆 本事書則認為 指定ETF的投資人早就 掌握了 正式掛牌後 電動是欠缺買半 對處警官會主委就說 尊重指定 記者 真是多次注意的 原來臺灣駕駛 在高雄ETF 採用 他正在高貨高額高額 正式掛牌主持 雖然只開半出現少年的局勢 但是實際很重怕沒 最多的半到九個八角 半破十塊的新股價 雖然半好收縮 股價也慢慢地回升 但是高雄龍繼續補充 新高雄龍已經突破五十五萬兆 我覺得一開始有賣壓 應該大家會恐慌吧 本來就是像這種基金類 或者是期貨股票 本來就是有漲有跌 那就是我覺得靜觀其變 空空急速空市三月十億 中期募集 第第五天就募集 1,752億 創輸上台國 ETF募集規模最大紀錄 到三月十九回市 金屬達國七十萬 八千三百六十八人 經紀官大道姓公布的 五十五百塊十幾百以數 中興 七個占比 到九點三一倍最多 再來就是 新賞、聯電、中美製、 好色、聯法庫、錠外公店 只是前十度 性分子各之半都整了 同樣期中 磨過公保的最大 有超過五百 原本市場上一些要搭ETF叫的投資人 也老早就已經上車了 所以變成就是說 這一些ETF的高股息成分股 欠缺買盤的支撐 所以變成掛牌之後 ETF会有禁止下滑的一個情況 我們就尊重市場機制 我們希望行銷上面 就是要讓投資人確實了解 通路上也要做好KYC 交易所這邊會對整個市場 整個在風險管理上機制的研議 本市場市委員會 高股息ETF訴求的是 當期到不來後 有一個穩定的股息 那台北行情不錯 這些高股息公司 高股也會在大盤之所期 才有炭價差炭股息的機會散生 另外台北早盤 它收起25點開出了 在台北市場上大型貫達國 和團散金融國的協助之下 抹大期超過90點 相關到2萬380點 不過盤中台接電影的愛國界 剛才賣大條字 跟上千平連角度要求 市場買盤 全國保守 大盤有紅婚婦 典現正當局勢 记者总华普通